好,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我的分享 本次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在OpenCruise中 如何我们来拓展对CountryRuntime运行时的一些操作 我是来自阿里云的旧助,这名叫王思宇 我是OpenCruise的一个CoreMantainer 你是一个最初的一个作者 同时呢,我还是Kubernetes这个组 以及其中的CountryRuntime 以及一些CubeStateMetrics这些项目的一些Contributor 也是Kubernetes的Member 除此之外呢,对于云源生领域的一些像OAM Cubella这些项目也都有过参与 那我本人呢,其实主要关注在这个集训管理 Workloads,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用工作负载 开发调度相关的领域 OK,那本次分享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Kubernetes中 我们针对这个容器元,容器Runtime 它的操作限制有哪些 也就是说我们在Kubernetes中 它的机制限制了我们哪些操作 其实是对ControlRuntime是做不到的 第二,ControlRuntime是做不到的 那第二点呢,就是OpenCruise 它是怎么样来拓展对ControlRuntime的这些操作 第三点呢,说我们简单做一个Demo 就是我们如何通过OpenCruise来实现这些操作的 第四点呢,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些规划 OK,先来看第一部分 那这里呢,是Kubernetes的一个基本结构 它的结构上在每个节点上 也就是每个Node上面 那其实是Kubernetes才APS Server那边收到 它的比如说Port的变化 那比如说Kubernetes收到一个Port创建之后呢 它是通过底下一个CII以及CII 以及类似的这种公共的接口 比如说CSI 它是通过这种接口来调用底层真正的 这么一个接口的实现者 去完成这个操作的 那么对于容器运行室来说呢 它通过CII接口 调用底下真正的这个Runtime的运行室 来完成比如说对容器的创建 启动机箱拉取这些操作 那CII呢其实是Kubernetes1.5之后加入的一个新功能 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说 对于Kubernetes能屏蔽底下的Runtime的实现的细节 比如说1.5之前呢 Kubernetes其实是与这个Docker是相偶合的 也就是Kubernetes中其实是引入了这个Docker的Client 来直接对Docker做操作 那么有了CII之前呢 其实对于Kubernetes的时候 它就不用关心底下真正的Runtime实现是什么 它只需要调用这层接口 那接口背后的实现呢 可能是这个continentD 可能是CIO 也可能是Docker 当然Docker的话 目前还是要通过一个DockerShim OK 那看下来其实CII这个接口啊 它的制作还是很明确的 它就是说我是来对这个容器运行室 以及对镜像做相关的管理 那其中就包括对容器的这个启停操作呀 对Sandbox容器的操作啊 容器的这个 States的这个数据采集啊 以及镜像的这个拉距啊 镜像的查询相关的操作 OK 这个是CII提供的接口 就大家看到 其实它对于相对来说啊 是比较完善的一个容器管理的接口 而对于Kubernetes来说呢 对于Kubernetes来说 它Kubernetes API其实并没有提供任意的这个 对真正容器运行室的接口的这个操作啊 那Kubernetes提供的唯一的接口就是对 这个V1版本的Pod的操作 那除了Pod的创建啊 Pod的更新之外 唯一能跟这个run time 做比较相对应的操作的 其实就是一个exe和一个log 也就是说Kubernetes的API层面限制的用户 哎 说你只能创建啊 删除Pod 那除此之外的对里面的容器 那也只能限制说只能做exe 那你只能做log 那其实在Kubernetes接口层面 这个用户是做不了更多的事情的 比如说要用户想在一些机电上啊 去提前拉好镜像啊 或者说他想去重启某个容器啊 这些接口其实都是Kubernetes所不提供的 那针对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的背景是说Kubernetes 他目前啊 也许将来应该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是没有提供任何的这个 hook就勾子 就是plugin的这个操作 来让外层能去动态拓展Kubernetes做的事情 那比如说Kubernetes接口啊 这个他是不提供这样的插线机制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思考是否能提供 这样一个组件啊 这个组件做什么事情呢 他是跟Kubernetes做类似的事情去 他是也是会调用CI这层啊 比方说他可以去拉镜像啊 他可以去重启容器啊 那他同样呢 他上层也可以接受一个对于Kubernetes API上定义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CR啊 是一个CRD资源啊 这个CRD资源呢 他定义了让用户能够去声明说要对CI接口还去做些操作 比如说他可以定义说让这个用户可以去指定说要去拉镜像啊 可以去重启容器啊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啊 通过这种方式呢是我们能想到的对于这个Kubernetes啊 容器运行使operation的这么一个拓展的一个思路 OK 那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背景讲完之后 你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Kubernetes它的限制背景 OK 还有Kubernetes啊 我们对KubernetesRontime拓展了一个思路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就是OpenCruise啊 他是首先就什么时候可能有的同学不了解啊 第二点呢 是介绍一下就OpenCruise中啊 他是怎么样来根据我们刚才的思路来拓展啊 最终对这个containerRontime的操作的 OK 那先介绍一下就Kubernetes啊 他的Github和Website这里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就欢迎欢迎留个star 那Kubernetes呢 这个OpenCruise他是Kubernetes的一个 可以理解为一个拓展的一个套件啊 他其实弥补了Kubernetes中很多这种功能的不足啊 比方说对于应用工作负载 也就是应用部署发布相关功能的不足啊 也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他对于这个 containerRontime的操作的不足啊 那这个OpenCruise呢 他是在呃去年也就是2020年11月份 呃作为sandbox上加入了cncf啊 那因为刚介绍的就是Kubernetes中 其实我们这个OpenCruise他的角色啊 他是一个拓展套件的这么一个机制啊 他是一个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增强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套件啊 所以OpenCruise呢他本身并不是一个pass平台啊 但是pass平台呢可以通过利用OpenCruise提供的这些拓展能力能够更好的去管理去用为这样的我们的上面员员生的应用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角色 OK那OpenCruise其实提供的功能也很多了 就是我这里呢就不仔细去描述了 那主要分为几大块一块是应用功能负载啊 其中就包括了针对呃无状态应用啊 有状态应用 他的更多的这种啊 比方说灰度发布啊 这个呃流量控制啊 他的原地升级啊啊 这种相关的功能啊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针对塞的卡容器有啊更多的增强的独立定义以及独立部署啊也就是那个动态注入啊第三点呢啊其实是嗯叫multi domain management啊他其实是对应用多分区的这么一个管理 也就是说一个应用他如果要部署在多个分区就是多个多个不同类型的节点上比如说是多个可用区啊或者多种不同类型的机型上他是做一个打散和这个分片的管理 OK然后第四点其实是一个应用可用性的一个防护啊他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原生应用在cognitive上运行时的这么一个高可用啊那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本次啊主要介绍的一些能力啊他呢其实是一些啊拓展增强的这么一个operation啊这么一些运维能运维操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能实现啊对container runtime就运行时这层类更多的这种嗯增强的这么一些操作能力啊 OK那我们后续就从这几个部分啊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何拓展对cognitive runtime的这么一个操作 OK呃那想要拓展啊就是先介绍一下openclose的他们这么一个架构啊这个架构呢其实这里的每个节点上的cognitive啊其实就是我们在前面啊第一节中讲到的这个背景中讲到的我们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通过cruise demo能够啊避免对cognitive做改造啊通过这种方拓展的方式呢能实现对cii runtime的这个操作啊 那中心端呢其实啊cruise其实主要分为中心端和节点端两个两个组件啊中心端的cruise manager呢它其中其实就包含了我们比较日常听到的一些controller webhook这么一个角色啊通过cruise manager的中心端角色和每个节点上啊这个cruise demo这两个所嗯功能结合啊来完成很多cognitive所本身提供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ok呃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第一部分就是今天主要介绍我们呃三部分对于one time的一个拓展啊当然第一部分呢其实并不是直接通过cruise demo去拓展啊它其实是利用了一个呃cruise的这么一个原生的一个机制啊它这个叫原地升级那什么的原地升级呢 其实简单看这个例子就是它是一个我们比如说看原来有一个炮的a哎这时候炮的a呢呃比如说它是通过dipelman的或者说opencruise的clone side的那扩容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想要呃升级其中这个app容器的这么一个进行版本比如说要从fv1升到fv2ok那这个时候正常啊比如说大家使用这个dipelman的部署的时候它其实是采用叫recreatupdate也就是重建炮的升级啊那重建 完成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炮的名字炮的uid啊当然镜像也会升级为v2那这个炮的所在的节点以及炮的ip其实很大程度上啊都是会发生改变的这个后面这两者那前者呢这个炮的名字和uid是一定发生变化的因为他已经不是同一个炮的对象了啊那相对于我们这次介绍的原地升级啊其实炮的对象啊他还是原来那个对象就是他的name他的uid其实都不变那么其次呢就是他所在节点啊他的这个ip也都不变 都不变那他唯一变化的其实就是镜像从v1升级掉到v2那他有什么好处呢其实这个也很明显啊就是他节省了调度的好时啊因为他节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这个炮对象就不需要经过调度器重新调度啊包括他的这个ip分配他的这个volume分配挂载这些耗时其实都是能去啊消除掉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说他可以reuse也就是复用啊大部分的镜像的layer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就是我们比如说应用镜像从v1升到v2的过程中其实可能只是最顶上几层layer发生了变化其实底下绝大部分的这个贝斯镜像也好啊绝大部分的这个公共的layer也好其实都是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当我们在同一个节点上面做原地升级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复用到原有的这个v1镜像的大部分layer啊就用下载小部分的layer镜像然后第四第五点呢就是呃在升级的过程中啊比方说在升级app的过程中其实跑的这种其他 就是这个赛卡容器比如说这个赛卡容器他是一直正常运行的就是说他没受到影响那么反过来来说当我们升级赛卡容器的时候啊其实APP容器也是正常运行的就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啊避免了我们在升级一个旁路的比如说运辉容器的过程中啊也要对这个啊业务容器造成影响啊这是一个好处那么这个原地升级的这个原理呢呃因为时间限制啊我这边就不具体去介绍 它的细节了啊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库布里在他在创建每个容器的时候啊他会为容器啊计算一个哈系值那当我们上层修改了比如说修改了app容器的image之后呢啊在库布里的看来啊这个这个app容器的他的哈系值就发生了变化OK那库布里的发现这个泡的spec中这个app容器的哈系值和实际啊比方说在containerd启动这个容器他里面记录了就是他创建时候的这个 他对应的哈系值啊是不一致的那这个时候呢库布里就会把旧的这个app容器停掉OK然后用新的镜像去再新建一个新的app容器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实现我们应用的这个这么一个容器原地升级的这么一个能力啊那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啊如何判断原地升级成功呀他其实他的细节很多啊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呃到网上搜一下我们 有过相关的一些分享的文章啊OK那第二部分啊就是介绍一下呃我们叫容器重启啊这么一个功能啊这功能呢其实呃怎么说其实是很多业务啊以及他的这个呃呃用为平台都是很依赖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当然大家可能会问啊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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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diplomity啊它都是无状态的啊那如果我想重启的话我直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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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重启一下啊 但是他可以比如说想保留一些 呃这种比如说科大的信息啊 保留一些这种借斯大可这种对战信息啊 啊这个输出的出来的这个都有可能了啊 这种种这种呃场景啊导致用业务其实需求的是说 对于苦不内斯炮的一个容器原地重启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当然这个能力呢就口不内斯原生其实是不具备的啊 口不内斯对于口不内斯来说呢 他的容器啊要么你想重启他只能手动进入容器啊 把他这个容器里面比如说这个业务进程啊 或者把他因应的进程啊 就是零就是一号进程啊杀掉啊 这个时候容器推出之后啊 口不内斯会再把它拉起啊 当然这种方式呢 其实都比较害可得这么一种方式啊 所以说呢 opengroos所提供的这个容器重启能力 其实只需要哎 对于apr来说只需要创建这么一个cr啊 这个cr里面其实写的东西很明确啊 就是那个space 只要定义他的这个跟泡的在同一个namespace啊 这个内容呢是一个自定义的名字 ok 然后只需要指定他的需要重启的泡的是哪个 然后呃container列表 也就是重启泡的出了哪些container啊 当定义了这些信息之后呢 那当提交了这个cr 哎 那说是说到这个cr之后 cr manager啊 会先经过webhook会给他注入一些信息 ok 然后接下来crustemon拿到这个cr之后啊 他就会根据cr中定义的信息 比方说啊 他会找到对应泡的这个容器啊 他会先执行prestophook啊 通过cii接口 通过这个extc去先执行prestop ok 然后prestop执行完成之后 再调用这个cii的stop啊 其实这个停止方式呢 和本身cublet在删除炮子的时候的对容器的停止方式是一致的啊 那当crustemon他对旧的容器比如说对这个呃0号的app容器停止之后 哎那cublet就会发现这个哎我这个呃app容器停掉了啊 cublet会感知到感知到之后呢cublet就会啊新建一个f1这么一个容器啊并且把它拉起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实现啊优雅的这么一个对容器的一个原地重启的能力啊这是第二点 ok那呃第三点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机箱预热 那机箱预热这个场景啊其实也很多就是呃比较常见的呢是说我哎比如说我这个机群的维护者呀 比如说机群的管理者呀他要提前啊在整个这个这个国内系机群中去预热业务的一个这么一个公共的 比如说基础镜像啊或者预热一个我们呃很多业务都会注入的这么一个或者都会配置的这么一个sidecar容器的镜像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呃类似于locktail的这么一些日子采集的镜像啊这些这些容器呢可能会被绝大部分应用的破的所使用啊那这样的话只要我们提前在节点上啊包括在新建出来的这个node上面提前把镜像预热好 将就能大幅的减少我们后续破的扩容了这么一个好时啊那背景上的话其实啊对于上层用户来说啊就是opengroost也是提供了一个啊这么一个crd 叫imageprojob哎在这个job中呢用户可以定义说我这个要预热哪个镜像啊同时呢可以选择性的配置select啊这个select呢可以是很节点的标签的选择啊也可以是根据pod的选择啊在这些pod所在节点上面去预热啊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当用户建了这个imageprojob之后呢啊对于cruise内部逻辑来说cruise会把这个job拆分到啊每个node的对应的这个有一个还有一个叫nodeimage这个cr上面啊那当同步上去之后呢啊节点上的cruise demon就会拿到这个本个节点所对应的这个nodeimage这个cr在节点上去预热这个cr中定义的多个的这么一个镜像啊 换句话来说每个节点所对应啊这个节点的nodeimage中的镜像列表啊其实就表示了这个上层所有imageprojob啊指定说在这个节点上要拉取了形象的这么一个啊全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OK那cruise demon呢其实它底层拿到这个nodeimage之后啊相当也是调用啊cruise的啊调用这个cri的这么一个啊破image的接口来完成镜像的预热啊 OK那啊接下来呢简单做一些demo 啊OK啊这里是我这边见的一个看着机群啊他有三个worker节点啊最后呢我cruise中已经cruise已经部署在里边了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 就是现在的炮的啊就是三个endings的就通过deployment的部署的炮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啊可以新建一个concept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这边先演示一下容器重启那重启的话呢其实它是针对啊炮的做重启的所以说它是不局限于这个炮的啊它是被deployment的被steve set的还是被这个open cruise的clone set的管理啊这部分是不做限制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可以啊选择deployment的炮的也可以选择concept的炮的那这地方我以呃deployment的为例 比方说我要重启啊这个port中的一个容器ok那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啊container request request什么一个文件 那这个样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把这个port name只要替换为我需要重启的这么一个port的名字 那重启中重启的镜像是nx镜像啊这个name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名字啊default是和port的同意点space 那我只需要常见这个cr 这里其实看到这个port已经被啊这个容器已经被重启了一次了 那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cr的状态 啊它是一个已经完成状态啊它的port的名字啊所在node都这个都有信息显示 当然呢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更多的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它的这个重启的时间点啊完成的时间点啊以及它的这个状态其实都能看到 ok就是cr就是我们能重启一个任意的port中的容器啊原地重启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简单演示一下镜像预热那镜像预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yaml 啊这个yaml也很简单就是它里面定义了说我这个啊叫本名字是什么啊叫本它的预热的镜像啊是比如说ngins1.9.1这个镜像啊这个是一个并发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呃整个机群或者说在ap 节点上做预热的时候因为为了防止啊对这个镜像仓库造成太大的压力可以定义这个并发度也就是说同时只能有多少个节点在拉去这个镜像啊这是个并发度啊这这些策略呢就是就不多多介绍了可以大家给有兴趣可以看一下open cruise 的官方文档ok那我接下来创建这个移民port job 好的啊接下来看了就是因为我们总共一个master啊三个worker总共四个节点啊所以说他total就是他的期望啊拉去的这个节点数是四那active是二因为我们设计的并发度是二啊所以说他这个active最多只能是二啊这个时候还只是在拉去前两个的节点 ok那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总共四个节点那两个已经完成了啊两个还正在拉去就是我们可以再拉去后面两个节点上的镜像 ok这里可能要稍等一下好的三个已经完成了ok四个都完成了ok啊那这以及后面呢可以简单看到他的一个job的就是每个progress进度嗯那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定义我们在呃指定的一批节点或者说在整个机群范围上呃来拉去我们特定的一个 特定的一些镜像当然目前呢这个imageprojob呢他单个cr里面只能写一个镜像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想在机群中预约多个镜像的话得创建多个这么一这么imageprojob这么一个cr啊那后续呢我们也可能会呃支持一个job里面指定一批镜像来做拉去啊这个是我们后续的一个呃可能做的这么一个事情 ok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的PPT 好的啊那最后呢就是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些规划那open course呢他目前的呃大数量应该已经接近2800了那contributor呢大概是呃将近70个 那呃呃其实open course从呃19年啊0.1版本发布到今年为止啊其实已经经过两年的时间了那接下来在我们在年底呢大概在12月份呃中旬左右会发布open course 就是1.0正式版大版本啊那呃另外呢就是我们计划在2022年啊申请呢进入这个cncf的这么一个incubation的这么一个stage啊那目前其实open course啊就是呃他的用户在国内也是很非常非常广泛的啊除了呃全量这个使用open course 就是部署这个应用的这个阿里达巴集团啊啊啊还有其他像蚂蚁集团 斗鱼生通啊以及我们呃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种协程啊小红书啊啊以及今年就是我们刚登记为open course的这种用户也就是说跟正式使用open course的小米啊这个网易啊微团金融啊其实都是open course的这么一个生产用户啊那呃大家对于open course有兴趣的话就是说也可以加入就是可以回头看一下就是我里面刚刚我增加个人介绍的页面啊 有我个人的一些呃信息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比如说在slack上或者在这个微信上加我那对open course的社区啊交流感兴趣的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slack channel以及我们的这个丁丁群啊这个都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途径啊非常欢迎大家来进行一个呃共同交流以及这种分享包括能大家能参与共见OK好谢谢大家